宜昌国中24号8点半开始施打BNT疫苗 学生们出现两极化的反应 有些学生是相当淡定的来施打 有的会晕症 还有的看到医师就会害怕不愿施打 好家在还有专任导师的安抚 宜昌国中的学生们施打情况可以说是相当顺利 后来县政府从9月23号起一直到30号1.8天 针对现在国中高中以及五专前三年级学生 预计16,642人施打BNT新冠状疫苗 而在24号早上8点半以上国中开始进行接种 医师也核对学生们的资料 并且说明施打之后的状况 随后医护人并且拿起BNT疫苗进行施打 学生认为有些痛 但是打完之后感觉还好 会 一点点 还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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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舒服 好舒服 等一下不要挪他 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不过有学生相当的害怕 相当怕打针 不过经过导师的安抚之后 顺利完成接种疫苗 他们都说很痛 不会不会 真的 你这样更痛 你知道吗 你放轻松就好了 你不要出力哦 真的你不要用力 没有 没事没事 没事 没事 然后你夸张 好痛 不要躲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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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等一下 不要挪她 好 好 李昌国东烧斯嘉老师表示 当学生紧张的时候 有老师就进安抚 比较能够减少学生的紧张感 因为他没有打针过 所以他可能有时候会很紧张 想说牵着他的手 他有地方可以失利 或许他就会比较减缓他的紧张的情绪 小朋友其实对打针 其实也是都还蛮怕的 因为昨天就有学生问我 说打针会不会怎样 会不会怎样 那其实他们心理上面还是很紧张 那如果有给他一个支持 或许他会比较放松 就会有一个安慰 这样依靠 李昌国中学生预计施打人数为623人 而在24号上午时期接种数430人 接种率已经达到69% 现在学生会表示 感谢师生们的配合以及互联的协助 让花铃的学词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之下 持续学习 因为民间企业支持响应 才有办法获得BNT疫苗 让大家施打 加速提升花铃疫苗的覆盖率 记得终于吉祥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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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